他臭小子真过分哪 只有他的飞机没有坠毁 气死我了 众所周知 星成加大谷等于坠机 而这两人的坠机次数 甚至已经多到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楚 又掉了一架飞机 这是第几架了 已经说不清了 今天就给大家盘点一下 星成和大谷这两位王牌飞行员 一共坠机了多少次 两人第一次坠机是在第四集 在这一集中 利加德龙突然入侵地球 而为了阻止其破坏城市 大谷和星成立刻驾驶飞烟号前去攻击 可结果发出去的导弹 不仅没有任何效果 反而还被利加德龙的光线击中了飞烟号 就这样 两人喜提第一次坠机 而坠机以后 星成也很配合地当场就昏了过去 大谷趁机变身迪迦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 两人在坠机的路上越走越远 两人第二次坠机是在第十一集 当时绝景的朋友梁剑 在植入了爱伯龙的宇宙细胞后 瞬间巨大化为怪兽 为了防止事态的发展 星成和大谷再次驾驶飞烟号抵达现场 并对着爱伯龙开火 见队友攻击自己的朋友 绝景马上用无线电阻止 我是绝景立刻停止攻击 他不是怪兽 他是人 他是人 这怎么可能 然而就当星成和大谷犹豫的时候 爱伯龙这个老六 竟然趁机用光线击中了飞烟号 于是便有了两人的第二次坠机 大谷星成第三次坠机 是在第十五集中 当天星成和大谷驾驶飞烟号 正在九粮两岛上空巡逻 可没想到很快意外就发生了 好家伙 十五集一开始 两人就喜提第三次坠机 其实这次坠得这么突然 是因为在前一天 大谷的扮演者长野波 在舞台表演时摔伤了手 为了在剧中合理骨折 于是导演就直接安排 两人在开头就坠机 坠机二人组第四次坠机 是在迪迦第21集 在这一集里 一次原魔神爱能美娜 突然出现在地球 他不仅释放强烈的电磁波 使人类丧失理智 而且还企图杀死德伴 随后气愤的大谷和星成 立刻驾驶飞烟号 冲进爱能美娜的电子波圈 虽然两人用导弹 命中了爱能美娜 但下一秒 对方的一发光弹 就直接命中了飞烟号 就这样 两位王牌飞行员 收获了第四次坠机 大谷星成第五次坠机 是在迪迦第30集 在这一集里 莫拉特王出现在一座农场里 为了保护农场主和他的奶牛 星成和大谷驾驶飞烟二号 前去分散莫拉特王的注意力 可让两人没想到的是 虽然莫拉特王注意力是分散了 但却用耳朵释放出光线 狠狠地击中了飞烟二号 就这样 两人再次坠机了 而这次坠机 也直接把中方队长给惹急眼了 在迪迦第38集中 海市蜃楼怪兽法尔顿 在城市中现身 随后胜利队立刻派出 飞烟一号和飞烟二号 前去攻击法尔顿 而这次星成和大谷 又被分在一架飞机上 可被攻击后的法尔顿 立刻从背后释放强烈的白光 而被强光照射的队员 瞬间就被刺得睁不开眼 随后众人纷纷撤离白光圈 但唯独大谷和星成 当场喜提第六次坠机 大谷 谁 星成 大谷快逃 可恶来不及了 掉下来了 在迪迦第四十集中 巴克共入侵地球 并开始大肆破坏城市 随后大谷和星成 立刻驾驶飞燕号出动攻击 然而发出去的炮弹 不仅根本打不住巴克共 反而还被对方的火焰击中了飞燕号 不过此时星成却一脸兴奋 心想又可以装装昏迷看大谷变身了 就这样 两人第七次坠机了 所以坠机二人组的称号 可不是空穴来封的 那完全是两人凭实力争取来的 其实也难怪 毕竟星成开碰碰车都能翻车 开飞机不坠机才怪呢 一龍 可能可以把俩混当中啊 ü手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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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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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子